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到波密了 这几天一直都在车上睡,把自己都快造成一个土匪的东 我有好多天都已经没有洗过澡了 我都已经忘记洗澡是什么感觉 现在海拔低一点,现在低海拔两千多 先找个地儿吧,找个地儿洗洗澡 收拾一下,这两天造得太厉害了 现在这就是波密县 应该就是这个地儿,出河客栈 出河客栈 老板 老板 没人呢,让我打个电话 有人呗 刚才那个客栈 我现在老板不在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我在那等了要十几分钟 没人 睡觉了 这个 这个倒,这个应该有人吧 哎呀,那个没人 洗衣房 这个也是没人 这个也是没人 打电话也是没人接 哎呀 怎么这边客栈 怎么都没人呢 老板 不行不行,住不成 这个客栈 这个客栈也是没人 哎呦 怎么客栈都没人呢 他这儿 他这儿老板 老板现在没在这儿 让我自己挑一个房间 自己住,随便住 这边旅馆 这边旅馆客栈都是自住的吗 让我随便挑 上二楼随便挑 自己上去挑点住 都是 都是木屋 行,就这儿吧,就这儿吧 在这儿注意 基本上能洗洗澡 先洗澡 这个房间 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被子 和枕头拿上来了 然后这个房间呢 价格是在美团上定的 是27 但是如果这个房间 再来人的话 旁边是还要住人的 不是我一个人住 它这属于拼房 还好一点就是有热水 我在车上住 最不方便的就是没热水 没法洗澡 然后出来的话 也不太讲究那么多 性价比最高是最划算的 出来嘛一个人 又不是两三个人几个人 出来就是山 那边还有个雪山 那边还有个雪山 这个视频就先这样了 散会